那麼在烏東的巴赫姆特的基站區 是不是俄羅斯這邊有可能是節節敗退的呢 這是來自於俄羅斯相當倚重的 傭兵集團瓦格納的創辦人普里格金的說法 他說現在部隊正在觀察前線的局勢 他們也相信烏軍的反攻已經開始了 而且在幾天之內就會進入了活躍的階段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說現在瓦格納雖然在 巴赫姆特這邊推進的程度 把烏克蘭控制的區域壓縮到不剩三平方公里 但是因為烏軍擁有無限的人力和彈藥 所以他們很擔心的是瓦格納部隊 可能最後是被烏克蘭軍隊的人數 壓倒性的優勢給壓垮的 因為光是在巴赫姆特這邊 他們要推進200公尺 這樣子的一個進度 幾乎是非常非常小的進展 就造成了116人的死亡 再加上他們嚴重缺乏彈藥 而且瓦格納是不斷的批評說 俄羅斯國防部根本就沒有給他們彈藥 他說瓦格納最後如果真的會滅亡 消失的話也不是死於烏克蘭軍或是北約 而是自家官僚害死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